九牛一毛 典故说明 司马迁是汉代著名的史学家 据汉书《卷62》司马迁撰载 当时汉武帝命令李林将军出兵攻打匈奴 中英人力缺乏而战败投降 汉武帝得之后非常生气 而诸李林全家 司马迁挺身为李林辩护 但汉武帝不听 反而将司马迁囚禁 后来并处以残酷的攻刑 司马迁在身心受到极大打击后 本想一死了之 但他仔细一想 觉得像他这样官位低位的人 如果接受法律制裁被杀 就像九头牛身上少了一根毛 一点影响也没有 和死了一只蚂蚁又有什么差别 而世人也不会把他和壮烈成人的人相比 只会觉得他罪大恶极 死有余孤 人都会死 但死有重于泰山 也有轻于红毛 于是司马迁决定忍受屈辱 坚强地活下去 并且完成史记这部伟大著作 后来九牛一毛这句成语 就从原文中九牛之一毛的演变而出 用来比喻极大数量中的一小部分 司马迁自子长西汉人 生于龙门年轻时游历与内 后以42岁之灵继承父亲司马 谈为太史令并成一命住宿 后来因为李林祥匈奴仪式 谦为之辩护 触怒武帝下狱 受辅刑 后为中书令 以刑后余生完成太史公书 后称史记 上起皇帝 下起汉武帝太初年间 共130篇 52万语言 为记转体之组 亦为通史之组 因据粮史之才 所作史记又为正史之宗 故后世称司马迁为史迁 李林 自少人 李广孙 武帝时 任记都位 天汉二年 西元前九十九年 率五千步兵 力战匈奴十余万人 中阴寡不敌众 历劫而诸其全家 李邻居匈奴二十余年后去世 史记 书明 汉朝司马迁传 一百三十卷 起自皇帝 契汉武帝 分为本纪十二 表十 书八 世加三十 列传七十 为二十四史之一 为中国第一部纪传题的史书 事义 九头牛身上的一根毫毛 比喻极大数量中的一小部分 语本 汉书 劝六十二 司马迁传 使用类别 用在轻微渺小的表述上 语义说明 比喻极大数量中的一小部分 相似词 太苍一粟 太苍提米 沧海一粟 唯不足道 唯乎其唯 相反词 迎千雷万 多如牛毛 不可胜数 例句 这个守财奴 即使是九牛一毛 他也舍不得捐出来 损失这点钱 对他而言只是九牛一毛 不会有影响的 经理一再保证 这点损失对银行来说 只是九牛一毛 无甚大碍的 人就是穷一生努力 所能求到之事 也不过是所有人类之事的 九牛一毛 勤奋是登上知识高峰的一条捷径 不怕吃苦才能在知识的海洋里自由遨游 让我们一同在学习这条路上 持续前行 以上为本影片内容 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 别忘了按赞及订阅 您的支持 是我们创作最大的动力